单轨火车服务每天平均乘客量从2015年的7万多人次 减少到今年的3万多人 足足少了一半 鬼根究底是因为五列的四节车厢火车 在故障之后一直没有维修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他将在下个星期和承包商以及国家基建公司开会 寻求解决方案 在我眼前的四列车厢单轨火车 从2014年开始就投入运作 不过从去年开始就陆续传出了八宗技术故障案件 而由于承包商SKOMI跟国家基建公司有一些法律上的纠纷 导致这五列出世的火车至今都停止运作 而且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维修工作 导致这个火车服务的供应是供不应求的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早到单轨火车仓库巡视后 召开记者会表示 五列四节车厢单轨火车因为零件脱落 从今年初就已经隔制九个月 国家基建公司和火车供应商SKOMI 一直无法达成解决方案 为此他将在下个星期召集两家公司代表 一同商议量测 那么Prasadana方面他们在一月份也是有一个公开交标 找一些新的公司来修理这个火车 但是他们也得到一个计划书 那么我们跟SKOMI讨论过后 找到一个方案过后 如果大家可以同意有一个方案的话 那么我会回报给内阁 那么由内阁来做决定 那么到底我们怎样要确保要选择哪一间公司 来做出这个维修的工作 在四节车厢列车停驶下 单轨火车服务目前只剩下 五列两节车厢的火车运作 这些火车已经有15年车领 十分老旧 根本无法应付上下班尖峰时刻的庞大乘客 随着火车服务公不应求 乘客转而使用其他替代交通 陆兆福表示 搭乘单轨火车的乘客数量锐减进半 从2015年平均每天有71,943人次 减少到现在的37,000人次左右 和政府鼓励民众承搭公共交通的政策 背道而驰 巴多空间谭凯倩吉隆坡报导 这是靠岛的轮廉 Bren 张 他的今事 매ção 谢谢大家